大家好,我是刘芝莉 你听说过,没三个字母吗? 好像没有什么区别,打扰了 最近我收到了YSL红尘波普教能系列礼盒 这是YSL首次推出波普艺术限量款 波普风格以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诞生于英国 又称新写实主义和新达达主义 他反对一切虚无主义思想 通过塑造那些夸张的、持久感强的 比现实生活更典型的形象 来塑造一种实实在在的写实主义 火红从来观看就有了很大的变化 又具有波普风格的眼睛、嘴唇、新组成 既艺术又特别 还送了明信片和贴纸 大家要是不嫌弃我做丑的话 我拿这些明信片给你们写信吧 我用眼睛看你 嘴巴说喜欢你 用心爱你 我住的地方离大海看越近 近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我每天骑着我的小店驴去上班的时候 行进角度偏一十度 十分钟之后我就掉海里去了 所以今天我就要用这一套口红结合大海元素 画一个波普风格的妆容 这次打算采取一种弹幕式化妆 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讲解自己的化妆手法 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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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现要素 批量复制 线条勾勒 拼接 色彩撞接 就拿批量复制来说 这幅画那竟该苦陌生吧 他的作者就是 波浦艺术最具影响和代表性的画家 安迪·沃霍尔 他偏爱重复和复制 绘画图示 几乎千天一律 他的格言是 我想成为一台机器 波浦艺术的四个关键 承现要素 分别对应着四个色号 小红复刻 石红勾勒 眉红拼接 橙红撞接 同一个色号 对应着方管圆管两种质地 圆管是精透闪耀的水润质地 方管是断光质地 将来大家说 我最喜欢的颜色 114早红复刻 我家门前有两颗树 一颗是早树 另一颗还是早树 圆管涂上去的感觉 就是蜜鉴水晶等 是一种致密的 金融剔透感 方管薄涂 红掉更胜 更显甜美 护涂就是早泥下的月饼 掰开了的颜色 红掉更胜 更显高贵 但不是那种 结案高贵 但你不配的高贵 是那种我爸有钱 我也有钱 我太爷有钱 我家主动到三个都有钱的 有钱人家大小姐的互补感 120 只是红勾勒 圆管里有小小的细闪 表现在嘴唇上 就是那种水面 淡起涟液的通透感 薄涂是带红掉的奶油橘色 既显年轻又显活泼 黄皮也能驾驭 后涂就是柿子在枝头熟透了 隔着皮隐隐约约地 看到里面的火肉 方管基本算是偏提掉的正红色 非常百搭的一只颜色 属于去任何场合都很稳 不会错也不会梳的一只颜色 110 橙红拼接 喂 是警察同志吗 这里 这里发现了 迪士尼 在桃公主 圆管和方管都是元气的血橙色 非常显白还气色 圆管颜色更淡 跟接近一杯果汁 很适合那种笑起来很甜的女孩子 真见底层的一只颜色 青春有你都要为你唱一首主题曲 干黄的长裙 蓬松的头发 110 110 眉红壮金 110的圆管和方管薄图 都是非常特别的眉果色 很适合画最近流行的火龙广色系妆容 方管厚图又是一只高贵冷艳的颜色 除了它 你可以参加前男友的结婚典礼 并且留住一种 嗯 就是过来展现一下我的眉毛 不过怎么样 根本没有在killed 这八指口红最让满意的一点就是 就算它已经囊括了眉调 橘调 中调各个色系 包含了高冷 复古元气 温柔各个风格 但是也没有特别夸张说 眉调就跟吃着小孩一样 橘调活泼的好像猪小葵 过来给你加油一样 都还是以红调为基准 在红调的基础上 有各自不同风格的偏移 这样第一省化妆品 不是说你涂了这个口红 就必须要配一个什么样的眼影 什么样的腮红 第二这样的话 它的口红风格是根据人走的 而不是人被口红风格给带跑偏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了解波普艺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